好 大家知道農地要怎樣 農用 柯文哲那時候被人家爆出來說 他買農地幹什麼 要草地體嗎 不是 我要種芭樂 結果現在被人家拍到雜草重生 所以新竹市的代理市長邱成遠 就說會行文要求維護管理 不可以讓他變成環境的獨留 種後不理 雜草重生 所以新竹市政府說 要定期管理 要除草 耕梨 預防蟲害 都要做 另外這個雜草重生 因為也沒賣 還沒賣了 市長邱說別人的家務室 不用管那麼多 另外奇怪 這個新聞是從哪裡出來的 中平社先去報導的 我也很奇怪 通常中平社台灣有新聞報導 他去轉載的 他先報導 他報導柯文哲新竹農地 雜草重生 你看 長的草 拔到在哪裡 那就說是不是中國也想 跟民眾黨接歌 這聰明社怎麼來 暴打柯文哲 我想記者可能有人跟他反應等等 另外吳靖怡 柯文哲的前幕僚 吳靖怡說 某個民眾黨的立委 曾經跟高雄會堪重劃 這地方將來如果重劃以後不得了 另外陳佩基也承認他看了豪宅 而且說看了好幾個地方 所以他最近空潮期憂鬱症快來了 這就知道憂鬱症了 說怎麼辦 怎麼解悶 怎麼轉移焦點 其實就是去看看房子 然後去看看房子 因為夏日傍晚涼涼的 晚風吹拂 閒閒沒事 就走到附近看看房子 看房子是一個樂趣 有 我的確有 而且我看人海路 林森路 杭州路 我都去看 而且都是仲介幫我安排的 我的確有看 另外網友也說 柯文哲叫做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 要把正義改成正義 另外趙怡翔也說 他什麼意思 要買四間房嗎 倒是一次看多少 另外陳佩基 看當時有人講說 這個原力建設的老闆陪他 金主陪同 幹嘛金主陪他去 原力建設說不是 我們房子已經出清了 並不是我們的房子 柯文哲說怎麼這麼多 有很多謠言 另外香港媒體也很喜歡 來判斷 來評斷台灣的事 說柯文哲的母姐會 會變成柯文哲的燙手山芋 陳佩琦變成自走炮 他要幹嘛就幹嘛 要寫什麼就寫什麼 來 孟凱 三段節目討論 柯文哲跟民眾黨 不管是政治獻金三大案 還是農地或是房子的事情 其實因為柯文哲跟民眾黨 在過去就等於是畫上等號 一人政黨 當然這就是政治人物 自己要對自己負責 可是過去兩個禮拜 政治現金燒了都還沒有停 而且主線沒有解決 我們常講 不管是玩遊戲或是任何這個 主線你要先解決 不然的話你會旁生之線 那主線是什麼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那2000萬 我印象當中好像這2000萬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完全的說明清楚 也無怪乎 你在這兩個禮拜的過程裡面 你都那個帳目 還沒有釐清的時候 2000萬沒有說明清楚 而現在又被更多人講到 是還有這些什麼政治獻金 從其他地方來匯進來 如果你不把斷視撞完也好 你不把這個說明清楚 綿圓白白還原一次的話 你真的這條線只會越來越開花 而且會越來越失血 那一樣的道理 政治人物是要公信力 不管是現在綠營的一個幸災樂禍 或者是說其他綠營的民眾來講 我們只想講的是說你政治人物公信力 就隨著一次一次的新聞出來之後 就慢慢流失了 藍營現在的立場態度是什麼 藍營立場態度很簡單 就是如果有弊案的話就查清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三大案的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都是我們藍營的議員 我們就希望是這三大案 如果孫正有不法的話 好好的釐清 好好說明清楚 事情正義不是味道 而是可能會遲到 但是不會不到 那釐清 處才有辦法 把這個事情還原 但精華城這個過程裡面 我只講兩個部分 這也是我在看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最沒有辦法接受的 第一 精華城算是我們這一輩人 是可能以前都去過百貨公司 他跟偽老 他跟都根 真的沒有辦法畫上完全的等號 所以你這樣用偽老 用都根來去幫他開脫 然後變成是800多的 這樣的一個容積率 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辦法資源起說 再來第二個部分 都委會 大家知道說都省會也好 都委會也好 他的功能是什麼 是審查 不是背書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看下來的資料 好像這一些委員任命在那裡面 到最後的功能 跟到最後的一個方向 只有一點 就是要幫你的上位者的一個意向 來去做背書 來去做合理的過關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一定就有可能是涉及不法 所以既然已經進入到檢調 我們當然是希望檢調物往物中 而在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民眾黨也好 柯文哲也好 真的不應該閃躲 而應該要好好跟國人說明清楚 先講陳佩琪 陳佩琪講說他看房子是一種樂趣 有沒有這樣的事 有 我認識不少人很喜歡看房子 就看房子的這過程中非常研究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實在在白木 不錯 蓋頭慢 你不曉得你們家火燒成這個樣子 你還把這個當娛樂 太奇怪了 而且他看都是很貴的房子 好 那現在我要回到這個 金華城的三大案跟正式獻金這兩個 這兩條是平行的兩大塊 你覺得這兩塊有共同類似 你可以秀到something is wrong的地方有嗎 我認為有 因為這兩個案子 你想正式獻金 這不是一個人敢做的事情 這起碼有三個到七個到九個 十個都有可能 就有一群人忽然 也不是忽然 就漸漸的覺得說 我們來幹一件事情 就是進來的錢少報 出去的人多 出去的錢多報 這個差別可以藏起來 然後給誰 你覺得這個過程中 有人膽敢 膽子這麼大 說我們來幹這個事情 一個都沒有 這個一定是柯文哲有肆意 有用眼神 有用點頭 或是大家都講 這是老闆愛的 我們盡力做 絕對沒有做 同樣的道理 那三大案 你覺得市政府裡頭 所有的主管 有其中一個敢這樣做嗎 絕對沒有 一定是兩個 三個 五個 七個以上 這七個以上不約而同 朝同一個方向 幹同一件事情 他們就是忽然 也不是忽然 就是漸漸的 就從心裡頭覺得說 我們的頭想做這件事情 我們盡量配合 到時候絕對有意無害 他們都因為市長喜歡 這大概不會出錯 我覺得這是有一定的 這個什麼 這是反映柯文哲的領導風格 還有他的領導方式 久了 陸下都知道 柯文哲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 既然到了今天 你就坦白嗎 賴勳 就是因為坦白很難 柯文哲在政治獻金公佈的時候 還在說藍綠都是騙子 結果到後來竟然被發現說 他才是真的是一筆爛賬 而且他背叛了小草當初的 這麼熱情的捐輸 柯文哲可是在線上募款 募到最後的選舉結束的 最後一分鐘 他到那個時候都還在哭窮 還在這個線上有幾千萬 幾千萬的現金這樣子入賬 可是這個賬本一打開來之後 這太蹊蹺了 就是說為什麼 他那個匯款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都要變成現金 然後用匿名來處理 然後為什麼有這麼多筆的 很奇怪的 99999 都是現金 而不是10萬塊要用這個匯 要用支票 或是用匯款 他為什麼要去藏匿那個金流 就是他為什麼 不讓這個 不讓這個錢怎麼來的公開 然後他募渴的賬戶 到現在還是有說不清楚的 這個4千萬的流向 就這些種種的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的地方 就讓人家看到了 柯文哲的一個貪念 你是不是在第一次面對到 這樣子全國的 大規模的選舉的時候 那個錢這樣子如潮涌般的 這個湧進來 使得你們在這個作帳 在作帳的時候 在記帳作帳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 不是如何的去善用這些 小草們的熱情跟捐輸 而是想到 能夠在這場大選裡面 能夠佔到多少的好處 就佔到多少的好處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這樣子的一個拘心 就是向蔡壁如質問的說 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從政的初心 我覺得就光是這一點 今天不管這檢調到後來 調查的結果是如何 就是說真的只是你這個帳目 登記不實 只是那麼一個小的錯嗎 他光是這一點 就足以讓柯文哲在現在這個時刻 大老也講過很多次 我也講過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了 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那邊一直放消息 說他民調是第二 我就是怎麼做 他就是第三 我們是三個系統在做 我這邊在做 朱立倫那邊在做 侯友宇那邊也在做 每天對這個民調 他就是第三 而且還差一段距離的 他每天講他第二 為什麼 我本來以為只是說 希望選票集中 現在發覺 可能對募款都有大大幫助 我覺得他有機會 他錢才進來 如果他沒機會了 誰去錢進去